大家好,我是吴宗成,今天是2020年1月20日 这边刚刚是左营鸡建业南村 也就是后面那个地方就是所谓建业新村的一部分 建业南村 本来没有这个名称的,就是建业新村 那我今天在这边讲了一个主题就是 就是片头上讲的陆战队全是贼,全都是贼 这句话讲得好像一竿子打翻一传人 你凭什么这样讲? 来,我们下面用逻辑分析来一步一步讲 首先有一句成语叫做一粒老鼠屎打坏一锅粥 一锅粥掉了一股老鼠屎是吧 你难道把那个老鼠屎捞出来丢掉,然后你继续喝吗? 你喝得下去吗? 就算你喝得下去,你因为你饥荒,你虾子 你喝得下去,我喝不下去,你喝得下去吗? 各位中华民国国民 好,下面来我们来推演 为什么陆战队全都是贼? 这句话你凭什么这样讲? 现在我们就拿这边来讲 请记住我讲的今天是1月20号 在15号,16号,17号 一直到这几天在这边发生的剧烈战斗 什么战斗? 我跟窃贼的正面攻击 第一次窃贼在我录了影 但中间有两个人是我认识的 眷村里出来的人 我直接这样讲 因此那个影片如果我公开的话 那两个人势必就受到牵连 所以我没有公开那个影片 但是有 接着就是在我们家153号 吴中城我常在那里录影的那个地方 被窃到严重 而且当天就在我眼前就撞门 用那个三毛车来撞门 撞铁门 为什么? 我问他说你干什么要撞这个? 他说这上面有党灰 他对中华国民党非常厌恶 我说这不是党灰 这是国旗 我叫大门红色的是个国旗 你想毁坏中华民国是吗? 那个出宫啊 这个王八蛋啊 结果就有人来讲 哎呀 你出去这边是军方的军管的 好OK 那结果我就报警 然后我也跟军方讲 军方说 我现在下面要讲那个人 就是一粒老鼠屎 他姓蔡 蔡少校昨天 也就是在派出所有做过 我有报案 派出所这边还有记录 我这边也有 因为警察进去搜证过 全部拍照 但是我其实他在搜证之前 我早就录影了 我这边定期在录影 都定期都有影像资料 我这个在网络上公开就有一千多遍 还没有公开的人 还有更大的数量 那这个东西 居然这些老粗嘛 这些军人也是老粗 我可以直接这样讲 少校 OK 好 来我们现在往下讲 第一个我打电话到警察局报警 警察来搜证之后 就打电话去军方 就问他说 谁处理这事情 某一个人说他处理这事情 好 OK姓蔡嘛 我们这姑且他姓蔡好了 蔡少校好了 以后我们不叫他名字了 他回答说 他问他说 那个搜证你要不要过来 他说他跟他的法务研究 再看要怎么样子 再怎么样出面 结果他说 结果他想说 把电话转给我 他问我说 我这边有什么资料 所以我要什么举报 然后他说 第一个他先签我说 这里文化局没有能力接收了 不会接收了 OK 好 这是第一个哈 我们一条一条来破解 我们的军人是什么样吃大便的脑袋 满脑子都是大便 第一个 他说这个地方 虽然在文化保留园区里面 可是市政府文化局是不会接收的 OK 中华民国能不能跟中国人民共和国对党 大家都说能够撑多少 有的中共的人说能够撑72小时 台湾说可以可以一直打打到死 打到死靠什么 靠军人啊 靠武器啊 靠什么 就靠满脑子大便的人吗 他说这样 我就跟他讲 我说 现在这边是 你们要逼着我们走嘛 我住了64年的地方 而且是一砖一瓦 都是我们自己盖的 工地自建的房子 然后 你现在要逼着我们走 你帮我们逼走了 我们走了没有关系 你要保护这个房子啊 你的责任是保护啊 他说 这个可能你们的损坏 不是不是不是现在的人做的 可能是其他人做的 我告诉你 概括承受啊 你的责任就是保家卫国是你的责任 你是概括承受 你管你前面任前任怎么样 后任怎么样 你都不用管 今天你的责任就是保护 我说 你知道 那个东西损坏跟医师 你有过失你知道吗 法律上你有过失 他说 这我知道 他马上就说回来 他很忙 他要闪了 我说你不要急 我们下面一道一道来 证明你是一个大粪 你是一个酷手 你是一个猫王八蛋 好来 第二点 第一个他想要闪桌 不是在他任内 也不是现在这个人发生的 那我们不管 你概括承受 你陆战队 陆战队指挥部的眷村服务组 你就是负责这个东西的 你负责这个东西 你要概括承受 这就是你的责任 你不用给我录影 这我会公开在网络上面 让大家看 那个什么 清洁公司的人在这里 然后第二个 然后他讲说 你有没有证据 我说什么证据 人家正在偷窃的证据 我说前面已经讲过了 你概括承受 你去找谁来施工 谁偷窃都让你负责 你现在你不跟贼话分开来 你就是贼 所以前面讲的陆战队都是贼 就是这样来的 你既然人家偷窃是事实 警察也收证过之后 你不跟他切割 你就是贼 你就是官商勾结 就这么简单 好 这一点这个逻辑他都不懂 然后他还讲说 你有没有录影 那我反问你一下 你是不是你父母生的 你如果承认说你是你父母生的 你有没有亲眼看到你父母在交配的时候的画面 有没有人去录影 怎么能证明你这是你的种就是你父母的 这道理很简单 这个还需要去收证吗 你去看现场 人家都已经收证好了 结果 好第三个 我说来 我们现在到现场看好了 尸体都在 现场都在 你何必要在这边 坐在这边谈什么东西呢 我们直接去看 这个他不要去 他他就是就是拒不下不立案 他不立案 OK好 这个地方 先凶去世两年 两年了 在先凶没有去世之前 这个地方盗贼也猖獗 先凶曾经举报过50多起案例 通通都抓到 而且都判刑了 先凶只是只是证人 他是目击证人 他报警警察就来抓 警察一次出动五六个人来抓 所以每次都抓到 抓到之后 因为 因为这个产权现在属于军方嘛 军方在代管嘛 托管嘛 所以军方是原告 可是 每一个都成立 很多那些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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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那些 都来跪地求了 叫我哥放他一马 包括眷层里的人 啊 说叫他放他一马 不要怎么样 因为他们穷啊 什么什么理由 那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以前的那个 以前入职部的人 非常积极 每次举办 每次都 都会出庭 然后 那警察也非常的 非常的 这个这个积极 那个上 还没有围这个铁铃杆 就已经是这样子了 现在围了铁铃杆之后 肆无忌惮 肆无忌惮地干 然后再来 第四点 最重要的一点 这位 这位少校大人 他居然这样讲 他说这是军管区 你们不能进来 这个这些承包商也这样说 这边是军管区 你们不能进来 这边是陆战队嘛 这边我特别站这里来看嘛 这里有电话嘛 他在这边嘛 然后他说你们不能进来 你知道吗 我说我每次进来的时候 这个门都是大开的 都是人家正在实施窃盗的时候 被我看到 最后一次窃盗是在我们家 要把那个铝门窗推下来 因为门窗已经被他们打破 都拿走了 现在要连那个门框都要弄 注意 你门窗的框是用水泥跟钢筋 固定在那个框架上面的 要拆要用框 要用三猫嘛 三猫的照片我都有 我提供给警方了 然后 那个 这个少校 他很惊讶地问警察说 他给你看了什么证据 现场他不用看 他不敢来 他不敢面对 但是他 他说 看了三猫 还看了货车 还看了那些人 还有一些影片 他就紧张了 因为他不敢立案嘛 所以他看不到那些东西嘛 我也不给他看 他说你给我提供给我 我医法会怎么样 我医他妈的法 然后结果我就讲说 好 ok 我这样子我也不用给你看 因为你从开始你就不敢立案 以前为什么 以前的那些阿民哥就敢立案 然后一个一个侦查 五十多个人关起来 判刑 我窃到前科以后 他就不 你看他敢不敢再做什么东西了 你为了一点点迎头小力去拆人家的里门窗 你拿去卖 结果你 你判个三五个月的徒刑 然后你就有前科 窃到前科 你以后还要怎么混 只要你稍微犯一点事情 人家一查 就切到前科 这一点的国民常识都没有的人 都是什么 都低智商 建立妄议 ok 连一个陆战队的少校都会讲这个话 我就觉得他在那边 旁敲撤击 那个警察说 他除了给你看这些东西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我警察跟我 我当时跟警察讲过 我说等他来嘛 看警醒我就要放 那我现在 我跟这个少校讲说 我不给你 我拿到地检署去控告你 毒质 贪毒 军方不能办你 我要办你 就这么简单 而且 警察已经讲过 他说 你们两个先谈 谈好之后再立案 以前有五十多个被判被被判刑的例子 这个为什么不行 好 ok 那 那个媒体有报道说 眷府主曾经有一个士官 就是看这个看这个眷村的士官 跟一个军官 两个人冲突 可能冲突也就是这种事情吧 因为士官要放水嘛 不是放水了 螃蟹一气了 狼狈为奸 分赃吧 你去拆那个里面穿 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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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了两万块钱 可能他可以得到一万 或一万五 因为他军方嘛 因为他是管辖的人嘛 所以他有权利嘛 持甘骨嘛 结果大概 那个军官跟他 两个人就指责 争执 结果这个士官就 暴行犯上 暴行犯上 军官就提告 提告之后 这个士官不但被解职 开除 还被判刑了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也不用说隐恶扬善 说不公开 这种事情就是这样 只是现在可能层级更高一点 那OK 再来 刚才讲到那个第十点 还没讲完 他说这是军方在管辖 请注意 那个房子是我先付 一砖一碗 全部花自己钱建造的 叫做公敌制建 虽然是日本人 留下了 日本时代留下来的民宅 然后经过了买 转卖给军人 军人再转卖给我们 我们是第三手 后来那房子垮了 我们在原地申请了 我在影片里面都有介绍 以前具体军区有个卷管署 他们处理这个事情 那个图还是我画的 建造这个 都是核准的 平房 不会是楼房 这些影片我讲了很多 结果 那一位大少校 他讲说 这是军方的 你不能进来 请问一下 你的子女 成年之后 你让他去从军 进入部队 进入部队之后 你的儿子在里面被人家霸凌 霸凌致死 像洪仲秋一样 然后你的女儿 洪仲秋这个 现在不是大家都在最后追究吗 你的女儿 现在有女兵 去当兵 在部队里面被人强奸 而且在你眼睛前面被人轮暴 轮奸 我那天看到那个现场 人家在这边 在拆我们家的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是目睹 人家在这边 站着我的面前 所以我上去 我上去 因为我无力阻止 我不惜动手 虽然人家对方人多 还有电锯 但是我仍然上去 所以我就报警了 那我就看你军方要怎么处理 你现在还想要把它压下来 还想要怎么样 还要依法 我这样 我三字经一下就暴露出来了 我就算了 三字经五字经我就不要讲了 如果今天拆你家 你看看你怎样 尤其这边是文化保留区 文化保不保留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你的职责就是这样 台湾守不守得住 你守不住 你也要死 要敌死 来抵抗 否则我们花钱养你干什么 养这狗还可以知道 妈的小偷 要去保卫主人 养你们他妈的什么都没有 还要跟人家他妈的螃蟹一切 我说 我说你 我说你这样子就是 官商工姐 他说我侮辱你 还要录影 不用录影了 我现在就录影给全世界人看 你就可以拿这个来提告 他这所里面有我的 有我的 有我的那个 告诉的这个登记 在那边 我也传给你了 你他妈有种 你就去登记 五年前 先母去世的时候 在海军医院 那个殡仪馆 那我们每天去上乡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 也有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灵位 是后来来的 是一个海军的少校 一个男的一个军官 自杀死了 那个那个遗照 是用他穿的海军官校 毕业的时候 那个那个军服 白军服 非常的挺立 一个英俊博发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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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官的照片在那边 就他遗照 那我在旁边 因为我们上家是 互相不来往的 也不认识 我就看到很多的军方的 各高层的 最高层的 到了总司令吧 都来那边慰问 希望事情不要扩大 还是怎么样 那我就看到那个女的 那个那个 那个 遗孀 那个女的带了两 三个 两个 两个小小孩 一起每天早上很早 就来 供饭 来上乡 他上枪的时候都在哭诉 然后拿着香在那边 祷告 他告诉他死去的 先生 他永远爱他 他怎么怎么 但是他他里面 因为他每天来 讲的话 我在旁边听到 我全部拼图拼出来了 很简单 他在外岛服 他是在外岛服役 然后他不知道 不知道是负责什么 什么福利社还是什么东西 结果有人告他说 贪污 贪污了不知道 一两百万吧 结果总部派人来查 查了之后 他说是他长官在座 他只有签名 结果他被 现在他扛责任 他长官没事 长官要他扛责任 他不甘心这个 结果他写了加书给他 他也写了 那个陈群书 到了各个地方 各个军方的这些单位去 都没有用 那他只有把详细情形写给他太太 他太太军中嘛 铁幕里面你不能进去嘛 你只能看到人家轮接你的女儿嘛 亲眼看到嘛 就在那边发生的 所以我今天非常愤慨的讲这个 所以我直接想 如果是这样 你一个陆战队的眷府组 说那个人不能代表陆战队的眷府组 那就把他开除嘛 然后让他判刑嘛 你眷府组说是陆战队的 但是说我只是临时性的一个单位 好嘛你就切割嘛 但是一律老鼠屎掉到一锅粥里面的时候 这锅粥都不能喝了嘛 所以用逻辑思考 那天那个人讲 这个叫什么蔡少校的 他讲的话我就当场就骂他 我说你的讲话完全没有逻辑 你今天如果积极的话 你应该第一个动作是 我们一起来我们现场去看 他不去 他不去看这个现场 然后我告诉他说 这个房子在点焦的时候 双方都有录影 他们军方有摄影 我是录影 各位看到我的录影的带子非常多 我有大量的录影 我录了影 然后每隔一段时间 只要有点变化我就录影 马上就录影 因为我是纪录片 纪录片专家 那我这些录影都有时间 你把这个一笔就知道嘛 原来是好的 现在电线被拆了 门又被人家打烂了 然后现在最后一个要 没有东西可以拆 因为我们点焦的时候就腾空了嘛 院子里没有直签的 所以屋内也没有直签东西了嘛 通通都没有了 你还能 你还能 笑之大吉啊 所以有一个女的网红说 现在当兵的都是饭桶 都是废物 我还替他辩驳 有某一个尚未退役的军官 跑去应征牛排店的服务员 还被那个店长羞辱 说你们当兵就是混饭吃的 这边不需要你们 结果当时我也声援他 我说哎呀 我说你不用做那个行业 你还可以做别的东西嘛 你能做什么啊 就凭你们这种贪毒啊 中华民国王在你们的手里面 古中城跟各位分享 公开这个地方 各位如果媒体有兴趣来采访 有电话有地址有食物 直接上去采访 直接去录影看 OK 谢谢